- 嗨 嗨 你好 我是翠翠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玩的是 公術爆擊油的穆家爵中路 我一直覺得穆家爵他是一隻普攻就會有輸出的法師 所以我就想說 那如果全部都是普攻裝的話 會不會有另外一片天空呢 這套裝備出完之後 公術會有156%爆擊機率 83.4 我們就來看看這場的穆家爵表現如何吧 這場一開始我們隊友全部都去反紅 所以我清完中路立刻來看自己家裡的紅 果真被反了 這邊看到的是薩尼 薩尼一個人也敢來反紅嗎 實在是勇氣可嘉 我們準備要二打三了 可是我很不幸的被貂產冰到 我的天啊 還被他冰到兩下 我超想拋揍 還好我有回身補那81滴血 又吃到那個藍色的補包 不然剛剛普攻跟死亡不知道誰先到 回頭看到卡芬妮這個畫面 超秀 直接雙殺對面 但穆家爵的物攻裝 我有把他拿去走打野跟中路來做比較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走中路啦 因為可以帶急走 再加上支援性真的太慢了 所以我出的是遊蕩者之學 又哥是我們這一場的克萊斯 他就是屬於一個反野流的輔助 這邊準備反對面藍buff的時候 我一個眼睛覺得怪怪的 一直覺得這個草裡有人 然後結果事實證明沒有人好 是我的幻覺 繼續反野克萊斯 開了一個大招成功控到對面的射手 我最後一個普攻 拿到了150塊 收掉了蘭鐸的人頭 這裡我本來想說 疊到五成要開大 結果魔量不夠尷尬 尷尬給穆家爵 然後結果這邊空大 我的天啊 穆家爵能空大 也是需要技術的 一個眨眼之後來到中路 我們加德克萊斯 好像又想反野了呢 看到一個貂蟬先破他的盾 接著 嗚喔好險沒有被他冰到 呃五成疊出去了 可是被冰到 但是我們家打野支援的超級 及時跟我成功收掉掉蕭蟬的人頭 這場除了卡芬妮之外 其他都是我的朋友 那我一開始玩之前 也有跟他們講說 我要用物攻流的穆家爵 可能會打很爛 你們要有心理準備喔 他們都說好 對我太感謝他們了 那這邊我蠻想要一直消耗這個愛蜜莉 他最後終於忍不住出來打我 我們葉娜也很及時來來 幫我成功收掉了艾蜜莉 這一場我們前期一開始就去反野嘛 加上隊友支援速度都很快 所以前期蠻順風的 這邊呢我差點被貂蟬冰到 好險我帶己走有沒有看到 如果這時候我是拿去打野的話 我就被一道帶走了 接下來就是和平清兵時間 那我們加克萊斯 他其實蹲的點都蠻深的 讓我有種安心感 就是知道對面的人大概會在哪裡 這裡呢看到了對面的薩尼 我躲在草叢想說 嗯這邊比較好支援 看到一隻貂蟬直接二技能 點他兩下之後開一個大招 最後一個普攻成功收掉貂蟬 我自己也沒有想到 我現在普攻好像有一點痛囉 再來支援一下隊友 哇結果被插到 我那時候還想說 欸怎麼不會動了 繼續繼續一直輸出 不得不說這一場的隊友跟路人 都打得很好 那我有幫大家拿去訓練場 測試一下如果穆加爵全套攻速爆擊流出完 打野怪大概就是這樣 四下跟射手在射野怪的感覺 一模一樣打起來很過癮 接著跟隊友成功推掉對面的中路外塔 那我再次聲明一下 穆加爵普攻流是娛樂型玩法 要玩之前記得跟隊友溝通一下 還有就是同樣一套裝 有些人玩得起來 有些人玩不起來 如果輸掉的話 就是麻煩不要拱出我的名字 這邊我們扣萊斯成功一個大招推到了對面兩個人 現在我雖然沒有魔量 但是我沒有到很緊張 畢竟我這一場走的就是普攻流 我先疊獨普攻收掉了薩尼 再開一個擊掌 馬上去支援隊友 再一個普攻收掉了艾蜜莉 接著追的這一隻蘭鐸 照片我的第一件大裝龍骨劍 終於出了拿到一個雙殺之後 再跟隊友同心血力 再推掉對面的中路內塔 再來反一下蘭 哇我現在有蘭終於不用回家了 還可以一直回血 太舒服了 接著中路繼續和平清兵線 下路我們家卡芬妮遇到了蘭鐸 但是他竟然單殺反殺掉了蘭鐸 實在是太厲害了 我就日常反野 這邊看到一個艾蜜莉有點緊張 但是葉娜非常快來支援我 我就繼續來上路清兵線 那在草裡蹲一下 伺機而動 這邊打一下紅buff 把紅讓給葉娜 來中路看隊友是不是感覺 隨時要打起來了 接著我們上路的納克 先收掉了艾蜜莉 愚人開啟大招 塔莎想要塔莎對面 我立刻過去幫忙 疊毒 可是要非常小心自己的位置 我超怕被薩尼推進去 這邊等下一波冰線進去之後 再來點高地塔 那我們魚人先衝第一個 對面的貂蜘呢 是成功的冰到我們兩個隊友 我們納克挑飛的超好 成功收掉了對面的蘭鐸 這邊可以看到我的普攻 打一下炮車 竟然有1083的暴擊 接著想說來中路打一下薩尼 讓隊友好推塔 欸結果沒有隊友推塔 我就被控到死掉了 尷尬 葉娜說了一個晚安 因為我本來跟隊友說 這是我的最後一場 打完要睡覺了 我原本以為也要結束遊戲了 沒想到結束不了 我就打字跟他說 還沒結束 那等待一個復活之後 看到凱薩這邊 隊友打起來了 我這邊 真的是 哇我剛普攻點一下蘭鐸 1200暴擊耶天啊 接著變大的幼哥 魚人追著兔子跟貂蟬跑 可是我們被冰到了 我先向後拉一下 接著呢就是繼續追著對面兩隻後排打 這邊我覺得如果我有激鬥的話就好了 應該是可以殺掉貂蟬 沒關係讓他死裡逃生了 打贏一波團戰之後呢 我就跟幼哥說 欸我們來打凱薩吧 我們就順利開啟這一條凱薩 那這邊可以看到上路的位置 我們的葉娜是有看到蘭鐸的喔 卡芬妮也靠過去 蘭鐸消失在那個草叢裡面 你問我為什麼不直接往左走 要先往右走進那個草 因為我晃生了 對 就 就是這樣 還好卡芬妮夠吉林成功 收掉了蘭鐸 那我們家打野剛剛在中路放了天空巨龍 這時候我們納克跟魚人 直接衝出去了欸 我就有點 來不及跟過去 也沒有急走 對 這就是腳短的木家絕 趕快一到之後就一直 直接開大刀 我看了什麼頭有點痛 不過沒關係 繼續普攻輸出 雙殺欸 我的天啊 我覺得這有個好處 就是我普攻很痛 然後普攻完之後 我還有持續可以消耗對面的毒 就是一個優點 接著就是不點塔 只點蘭鐸 成功贏得這場遊戲的設定啦 這邊打了快25%的傷害 其實跟一般木家絕 魔攻流輸出差不多 但是玩起來完全是兩種感覺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啦 但缺點就是你們對上 會沒有魔法輸出的角色 所以最好在遊戲開始前 就跟隊友溝通一下 看要不要用一個法師法野 來平衡對象的輸出 那非常謝謝這場的隊友囉 最後跟大家說一下 下禮拜8月2627 我要跟優哥去日月談玩兩天一夜 然後9月初的時候 我們要跟朋友 去重複玩四天三夜 所以那個時候不會有影片 大家有什麼推薦的景點 也可以跟我說 期待遇到大家 那我是翠翠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